大家好,东北斯老师 今天呢,我又来到了这个不用煤不用电 用墨子墙吸收阳光取暖的大房 今天呢,这是,哇,好冷啊 那个,左点温度啊,已经低于零下30度了 现在的温度就20,零下25度 今天白天呢,只有阴天 很多朋友说啊,零下30度的时候 你来看看这个大房怎么样 它这个地方啊,本身,它这块 那就是,周围是水稻田,这块天气非常冷 风还大,天还冷 比城市里的地方有多 现在咱们可以看看,旁边,到底怎么样 就这冷天,先来看看你们 今天一天都没光 你这没有阳光啊,被盖上了 你把灯给什么 一天,一天都没光 屋里温度还行,不冷啊 来,我看看这温度,温度计怎么样 我看看 这个,零上5度 这不刚亮 你阴天你开,你没有用啊 你倒不放凉了 放凉了 放凉了 大哥在那整 老大,天得干嘛 那不能开啊 你这,你这,这天就不能开了 开,开一咕噜就完事了 你不能开一咕噜,这天哪能打开啊 这家放到大枕头了 明明皮的温度高 这一整还倒干嘛 它把旁边尖早就打开了 打开了 你这阴天打开啥用啊 你这阴天打开啥用啊 你这阴天打开没有用啊 你这不放凉了吗,旁边 这现在零上才5度,白天才5度啊 白天5度,晚上这几步 他们都差不多了 晚 地方看了,41度 嗯 今天哪写的多少度啊 今天写的,写的那就是那五六度了吧 写的也五六度 那冯箱那个啊,那个监测那些 几度那些,监测那席度呢 这今天开棚开的啊 那棚子边上双了 卖多少钱了 哎呦,真不错,真挺好 这个墨子墙这天就不起作用了 没有阳光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要靠室内保温 所以说这个棚一定建的要保温 这墙温度计多少度啊 我给拽一下看看 嗯,这墙的温度是8度 这也看不着草莓了 来,搜搜它这些数据 哎呀,看不清喽 这个看不清这个表喽 看这草莓 今天我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棚啊,实际的情况 今天白天呢,没有阳光 他把棚被打开了 把棚的温度啊,还倒放下来 棚内温度啊,现在是达到了5度 现在是5度 这是零下12度了 这个棚呢,还能保持在5度 今天就是这种状况 这块呢,就是我既然跟踪了 我就把这块跟踪到底 让大家呢,冲锋到尾 详细的把这个大棚了解 看这个大棚啊,这个不用煤不用电 用这个墨子墙,吸收阳光取暖的大棚 这个在东北,那个寒冷的天气下 到底能不能行 给大家提供个借鉴 你说怎么呢,他现在是又封这个棚接边 那你的接边就影响吸光了 这个棚呢,最大,最大的那个,我看了 这棚主要是,就一样 要是想增加温度,就是有光,有阳光进来 这棚就能,温度就能起 要是这个棚这个霜能够给它 就是有个方法来把它垫通处理的话 你跟你粉丝说一下 看谁有个好方法 那要把这大棚里面成霜去掉 那妥了,阳光只要能进来 这温度就是,就能正常训练 昨天晚上温度啊,是超过零下三十度 它这块,四周啊,都是水稻田 所以说它这温度啊,更低于这个地方 风还大 它现在你看,今天呢,又阴天 我今天就赶紧过来看一下 它刚才开的棚开的,被周围之后 没有阳光,说被周围之后把棚倒放凉了 棚的建设者也说 他现在这个棚啊,还有一个缺陷 这个棚啊,就是 总是上霜 影响这个墨子墙啊,吸收阳光 大家对这块啊,谁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的经验呢 那个,请大家啊,分享一下 这个棚暂时来看,还是没问题 等过两天,再下雪,再连续几天下雪 这天气还这么冷,我再来给大家分享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棚 到底能不能行,这个 在东北寒冷的天气情况下 这个棚啊,能不能实现成功 大家对这块还有需要自行询问的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方法 那个,请大家有评论去留言或试信 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